也是疫苗的好消息 我国自购的AZ疫苗 在今天又有59.5万剂 从泰国运抵台湾 但是因为紧接着 BNT疫苗就要来了 就怕会产生排挤效应 因此指挥中心也拍板 开放在7月19号前 已经完成议院登记的 23到28岁的民众 从9月3号开始 也能够预约接种AZ疫苗 而针对第七轮 原本已经完成 预约接种AZ疫苗的民众 如果想要改成BNT的话 得等到9月11号之后 但如果您是符合第七轮资格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 预约动作的人 那么从今天下午4点钟开始 就能够加选BNT 从泰国起飞 在8月最后一天下午3点17分 降落桃源机场的华航班机 上头一共载有59.5万剂 效期到今年年底的AZ疫苗 为台湾防疫再添助力 但紧接着BNT疫苗也要来 外界担心新到货的AZ会不会 遭到白景出现还打潮 疫苗我们就是提供 然后大家做自由的选择 有轮到那就尽快打 由于目前AZ是台湾库存 相对最充足的疫苗 但就怕BNT疫苗一来 影响到民众施打意愿 因此AZ一到货 指挥中心就活速 往下加开施打对象 只要是7月19号前 已完成意愿登记的 23到28岁民众 9月3号起就能预约接种 9月9号9月10号两天都能施打 但如果你是第七轮 原本预约要打AZ的民众 现在想要跳船加选BNT 两个时间点要注意 符合这样的一个资格 但你没有去预约的 从8月31号下午4点 以后就可以来加选BNT 那如果是完成预约的 想要改的 只要9月10号 你都没有去打的话 那也可以再改选 台湾疫苗覆盖率冲冲冲 盘点目前疫苗数量 AZ库存一共还有143万剂 莫德纳加上捷克赠送的 则有42.5万剂 而国产高端则剩下21.8万剂 接着BNT也要来了 四大厂牌可能将轮流上线 但民众能否达到最想要的 没人敢保证 接这么多 只要大厂牌 请多多忙